我們來開始繼續第二部分 1-2 維克斯中文的基礎介面 教學 那我們要看建教室左邊這一塊功能列的這個 page 的部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像家的一個圖案 這就是把它設為首頁 那設定完之後會差別在哪邊呢 我們可以來測試看看 好 我們先重新刷新 好 把這個 好 點進去之後 有沒有發覺它導入的首頁是關於我們這邊 而不是我們原來設定的首頁這裡 好 這才是首頁 Welcome 但是它導入現在是變成About 好不好 那因為我們這邊有設定 好 所以我們要怎麼設定呢 這邊有一個齒輪 像這首頁這邊看看 好 一樣 set as homepage 就把它設為首頁這邊就移過來 嗯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把它隱藏起來呢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hide font menu 你看打勾之後會多一個箭頭 會一個眼睛插插 有時候它隱藏起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介面 有沒有看到 好 首頁就不見了 好 那我們來預覽介面呢 我們要怎麼預覽呢 因為我們要先存檔 記得一定要先存檔 好 這表示已經存檔完成了 然後再來發布 好 那我們去看看這個發布後的網頁 好 現在讀選 那首頁不見了 應該不是說是隱藏起來 好 這首頁的頁面 關於我們 學習資源 好 聯絡我們 好 沒錯 好 插插掉 OK 那一樣齁 我們再回到剛才的地方 我們不要把它隱藏起來 再把它勾選掉 好 這樣功能應該大家就清楚了 好 再來下面這個PatchProvives 這個是隱私網頁 意思就是說隱私權網頁 意思就是說我們要設定一些保護 比方說像會員登錄才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打勾 這邊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我不要設定任何的限制 針對這個網頁的部分 那這個呢 只限定會員 好 會員 就必須要會員 登錄成會員才可以看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的部分 那密碼呢 一樣 好 那我們先設定一個密碼好了 我們再測試看看 嗯 好 12345 這是網頁 然後語言 然後語言呢 用一個 好 一樣用英文 確定 好 我們來預覽看看會變什麼樣子 欸 可能還是必須要先存檔 發布看看 發布看看 好 發布 嗯 有沒有看到 請輸入密碼才可以看這個網頁 好 18歲才可以看 好 你看 輸入密碼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邊 這邊 因為我們這個網頁不是成能網站 所以我們不用密碼任何限制 所以我們再把它勾選 好 這邊 所以大家在選這三個方式 好 好 OK 然後再來 PageLayout 這個意思就是說 把 頁首跟Fault頁尾的部分做隱藏 頁尾部分就是 這個Fault的部分意思就是這一塊 我們看到藍色這一塊 隱藏起來 好 那我們先測試看看 唉唷 頁首跟頁尾全部都不見了 這樣變很奇怪 OK 再讓它全部修出來 然後這SEO就是說 關於自然搜尋的部分 搜尋以前的部分 PageTitle 就是下定義 中文 教學 大腦 使用方式 簡簡簡正 一段是我建議10組左右就夠了 好 韋克是中文 這個選項其實我們不要勾選,因為這是隱藏這個頁面,在搜尋結果 這個不用勾選 然後這個Change the page style,就是我們可以更改這一頁首頁這部分的一些美工美化的部分 我們選這個第二個,你看喔,秒邊出現黑黑的意思類推,大家可以去試看看 背景一樣,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本來是用木板做的背景,那我們選擇波浪狀 如果覺得不滿意呢,回上一步,就像是我們用PowerPoint Word Excel這種概念一樣 好,這樣子,OK 那另外這部分呢 這是換頁,Patch Transitions 好,這個是換頁特效 好,這是平行,Swift Home Race 好,我這個也不太會唸,沒關係,這是平行,換頁,然後這個 All in 這點淡入淡出的效果,我們可以試看看 有沒有看到 下面這一塊內容 可以看到它淡入淡出的部分 好 那一樣做完修改的時候,我們這些做完修改,我們記得做存檔 好,發佈 好,以上就是我們先交這一段落 好,謝謝 謝謝 謝謝 你們 謝謝 реш 謝謝 我